双方离异开始新到爱情 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 幻想着双方的未来 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特别是离异受过双的 有特殊性 心简单一点 爱情就简单 生活就简单 但我还是要强调 离异双方再结婚 它存在特殊性 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 有一方认为 我们再婚以后 法定条件许可的状态下 我再要一个孩子 婚前一定要说清楚 否则的话 宁愿不领结婚证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现在说好 我们有感情有爱情好 结婚吧 结了婚以后 为了孩子一个要一个不要 最后还是要离婚 甚至包括财产 如果有婚前财产的 也早一点说清楚 把这些隐患到货索 不要留到两个人扯了结婚之以后 谢谢啊 胡老师 我问一下女方 有一个问题 极其费极 你上一段婚姻是因为对方出轨 而导致的 对 是吗 是 那为什么女儿还跟着丈夫 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已经大了 就是他爷爷奶奶不给我 我说了我带女儿抚养 他有什么都不要 他们不肯 你自己的亲戚条件 是完全可以带着一个女儿的 你争取了吗 我争取了 他们就是不给我 你起诉了吗 我没有 两个人及时加起来都不太负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都曾经有过婚姻 都有过孩子 但都不是自己在带 你的女儿是前夫在带 他的孩子基本上没带过 所以每次当你的女儿到家 到你们所住的地方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当你的女儿没来过 因为他自己就不怎么带孩子 所以对孩子也不会大有感觉 你们之间根本没有经验和资格 以及责任感来再次成立一段婚姻 因为你们从上一次婚姻当中 并没有接受教训 坦率的来说 作为一个经济条件独立的女性 完完全全可以带大自己的女儿 但他女儿 本来的女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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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开始成长 对孩子好好吗 可以吗 可以